前程跪地直角 期盼能受到媽祖庇佑 她就是微貫建設負責人 林明輝 2013年還求得 當年媽祖庙投家 知道她是顧問 只知道 誰在那邊就知道了 先將公司暴停業 在廢止營業 令設公司繼續經營建築業 林明輝多次改名 布告欄上林清祥就是林明輝 期盼神明保佑 擔任台南妹婆公 媽祖庙顧問群 三年前還為了事業順遂 成為投家當選人 但她蓋房子爭議不斷 遭有所聞 林明輝擔任媽祖庙顧問 投訴者痛批 大算黑心前 卻借宗教信仰撫慰心靈罪惡 去年媽祖聖誕 個人贊助新台幣1萬餘元 去年農曆正月15日 分別求得5錢 黃金天上聖母歸 20金花生天上聖母歸 以及福德政神600元發財金 只是期盼自己平安勝稅 卻讓買他房子的人 污毀加稅 各位諷刺 被爆料賺黑心前卻祈求媽祖婆保佑 林明輝拒接手機 但一言一行恐怕難逃 聲明發言 記者程序 張佩亞林家園 台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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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